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直都这么受口如瓶 你这么累着我 我确实说不出话了 你那怎么办 谁惹着你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兄弟 我把后背交给你 却从未想过也许有一天 你会对着我的后背同胞的 我不是也一样吗 把我的后背交给你了 那不一样 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你露出来是弱点还是假象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 你都知道什么了 我们从大学 认识到现在 这么多年 在这期间 有一次 哪怕一次 哪怕一次 你有想过要跟我说实话吗 你又想过要跟我说实话吗 虚似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胆怯 你自私 你不敢承担责任 你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 就是为了自己好过 你再说一遍 你收手 我都说了 你的领带不好看 出去换一条吧 那他吃了 这个行人 就是千山集团的那个神意啊 对 我真羡慕死了 有少了一个嫁如豪门的机会 就是 其实我也没那么羡慕心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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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逸 你冷静一点 沈逸 放手 你冷静一点 沈逸 放手 你冷静一点 沈逸 松手 你冷静一点 松手 你冷静一点 沈逸 你冷静一点 沈逸 你冷静一点 沈逸 大家帮我看看这两双衣服怎么样 那个 这两位真的是甘胆相照 风雨同舟 同刚共苦 好朋友 是 是 是 不是兄弟 三世兄弟啊 这条领带就是我跟你 从此我们施不了你 你 味道 我 不是 你 你